说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18日零时零五分 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4万2738例 达到7285万1747例 死亡病例增加12407例 达到164万3339例 说工人日前在约旦首都安曼市中心 开发排水系统时 发现了一处古罗马时期建筑遗址 该遗址位于安曼著名景点古罗马剧场附近 发掘出的建筑遗址占地约80平方米 并沿附近主街道延伸 包括古罗马浴场地窖和焚烧间 据初步考证 该遗址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二世纪 距今1800多年 说北京时间12月18日凌晨 国际足联举办线上颁奖典礼 在最受关注的2020年度最佳球员评选中 拜仁前锋莱万击败梅西和C罗 首次当选世界足球先生 与此同时 他也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拜仁球员 此前他也同样是金球奖的最大热门 不过金球奖今年取消了评选 说日本西部日本海沿岸地区连日来普降大雪 大雪造成一人死亡 上千辆汽车一度因大雪被困 公路拥堵达十几公里 日本气象厅说 截至17日早上 群马县利根郡地区降雪量达217厘米 创历史最高纪录 说当地时间16日 一场大型冬季暴风雪 席卷了美国东北部地区 这场暴风雪自16日开始 随后向东移动 为包括纽约 费城 华盛顿特区 和波出顿等地区带来大风降雨或降雪 多地露面严重积雪 民众出行困难 预计将影响超过6000万人 多地已经发布暴风雪警报 说加拿大政府宣布 根据加美之间最新签署的航天协议 一名加拿大航天员将参与到计划于 2023年发射的载人要月飞行任务当中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 加拿大已累计有9名航天员 17次进入太空 其中包括曾两度飞上太空的 现任加拿大总督朱利帕耶特 说英国自然网站 在近日评选出了今年十大重要科学发现 包括卫星可能很快汇聚出地球上每一棵树 银河系未解之谜 快速射电报来源首次确定里程碑 低温电子显微镜打破原子分电率账等 其中压力山大之下 头发真的会变白 是本年度最受欢迎的科学发现